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快遠洋旅程或火神的勸告 火油壓 昇華3 第三階段 這個要蠻多的火符石 所以前面的時候稍微擠下CD 擠一些火符石 六顆嘛 因為後面關卡我們也是需要 所以我們就盡量在前面就擠多一點 消掉了 要浪費我的火符石嗎 多多一扇 多多一點是不會吃虧的 五 五 五 現在只需要六顆齁 所以我們就這樣消就好了 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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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 五 五 五 六 五 六 就多擠一下吧 非常好 蠻多顆的 9顆嘛齁 決定一下 下面6顆 上面再加3顆就可以了 6 這樣 這張好的蝶子 把它削掉了 後面要的比較有更多顆了 就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12顆齁 我們是CD8的 所以基本上跟它是同樣 所以先轉後轉已經沒有意義了 12顆的話我們就是新豬留下來 喔 新豬跟火柱 喔 新豬 火柱 火柱 飛翹 喔 新豬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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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這樣看起來應該是夠啦 不過我可能 稍微頂一下齁 新豬火柱12顆 這邊要2 4 6 8 9 10 11 11 12 這邊這樣就12顆了齁 但是我們要把排名做得漂亮一點 基本上用蝶竹的同關會很接受 我建議是用蝶竹 因為 亂消的話可能怕會天降 好 升華山基本上這樣方式還算 OK 還算OK 好 以上 是這個火柱 火柱 火柱 升華山 等下為大家示範升華式 謝謝大家 掰掰